小蕾的 小蕾其實我覺得她是本身 就帶一點個性的女生 所以你叫她真的變成很甜美 或者很蕾絲 也不是她 所以我必須在從這裡面 找出一個元素是讓男生覺得 也OK 她自己也舒服 比方講現在加這一個外套 當然男生可能會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對 會覺得好像 加了一個流水 可是現在的小女生 女孩喜歡 對不對 男生看不懂沒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外套脫下來 男生懂了 懂了 男生懂了 貨街有吧 有 有 蝴蝶姐要不要 有 男生最絕對 蝴蝶姐給妳 這蝴蝶姐是為了男生看的 如果說男生 如果她自己不喜歡 男生一走 馬上拉開 我可以變成兩個漂亮的袋子 就變個性了 不會掉嗎 對 不會 她算沒話 變個性了 對 但是如果服裝真的是為了男生這樣 許淵還是盡早分得比較好 做自己比較快 真的 然後在裙子的部分 就是讓她帶一點點這個 好可愛 但她還是裙子 男生說實話 只要裙子就好 有沒有覺得 有些什麼褲裙她也看不懂 她也的那種 只要是裙子 裙子的男生就覺得應該可以 然後再配上一個 也是很有個性的包款 再來鞋子 我們來看一下側面這些 對 這裡有一個缺口 妳再看一下 好好看 我個人本身很喜歡這雙鞋子 對 這個牌子 因為它這上面做一些金屬 對 然後會既滿足她有個性 然後前面又有一點點 女人的炫頭 我覺得是滿好 所以這整個部分 我覺得是幫小蕾打扮一個 既能夠表現她自己不違背自己 男生也覺得 好 你起碼有女人味 我自己還有再多一些其他的單品 也可以給她的 比較符合她的個性的部分 這一件 這一件 我認為是比較女人味一點 比較女人味一點 但是也滿符合她這種個性的 比如說顏色 我今天在幹嘛打什麼結 打嗝 剛剛喝喝到膠原蛋白 整個回春 回春 太快了吧 我覺得這個是顏色 顏色它是屬於比較中性個性 好 來看袖子 袖子的部分 有一點點的荷葉邊 所以男生只要有荷葉邊 蝴蝶結 蕾絲就會很開心 對 就公主 他們就覺得是有女人味的 對 再來這是針織 所以它會比較合一點 貼一點 所以下擺這邊會有一點小裙板 男生只要看到裙子 有飄有波浪的部分 怎麼辦 老師 妳剛剛講的以上我都沒有 妳都沒有 所以妳跟我一樣都單身了 我也討厭 對 蝴蝶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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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但是因為我做造型我就不能討厭 可是如果說我是女的話 我可能身上也不會這些元素 對 那這個部分它可以像 一樣配上這個靴子 也很有個性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就是 對 這件呢 這件就很輕鬆很自在 我覺得 我也最喜歡 對 我也覺得 蝴蝶結 我覺得這件 版型也很好看 一樣的 它一樣有蝴蝶結 但是在性格的部分 還是比較個性一點 另外一邊是藍的 對 另外一邊是藍的 你真的耶 對 它兩邊 這邊 它兩邊都可以穿吧 其實是 我覺得可以 因為它版是一樣的 對 它版是一樣 但我們還是 它也沒兇線 我們還是照這身標為主 對 然後這個部分 這個整個顏色 整個個性 蝴蝶結 然後再配上靴子 我覺得這也是 你一樣可以披上這個 小外套 讓它增加一點點 顏色女人的這個氛圍 所以這是我幫小妹打扮的 好耶 謝謝 群裝是男生最看得懂的 利用群裝 加入自己的個性風格 不但能保有自己的時尚態度 也能讓男生覺得 你女人味十足